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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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不错 无所谋略 特别羡慕 6-5后我被分配到了侦察链 那个时候特种兵对速度的我来说 简直是天不良 我感觉到要打好基础 也是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 只要是特种兵需要具备的速度 我都没有办法 因为我皮肤黑 眼神还有杀伤力 所以我的战友都叫我黑 刚来的时候 侦察银的士兵 鸡手比较薄弱 比起特种部队的士兵 要差得很多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 我担心了 教授银女士兵特种作战技能的任务 他们都说我在训练场上是魔鬼 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 对他们的要求也有点可恶 但是我始终对 只有平时黑战士 这次才能黑极的 我是黑鹰 敌后侦察 周到细致 高楼速降 游刃有余 破窗突袭 潇洒利落 这就是被称为魔鬼黑鹰的方云辉 别看他现在是一个标准的英汉 十八年前他刚入伍的时候 却是个弱不惊风的小伙子 迅速展开行动 成了没有 开始行动 到新明年的时候 双杠撑臂 我十个都撑不到 撑个五个 我都撑没下去了 为了在体能上赶上战友们 不服输的方云辉 每天提前半小时起床 一个人到操场上乱练 好了每天早上 我就撑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明显的这个臂力 它就上去了 同时在每天晚上 我把这个床图那个上面 搞了一个铁柜 挂了两根绳子挂在那里 每天我睡觉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两个手臂掉在那里 就这样一直坚持 到新明年急受 慢慢的就赶上来了 新兵连结束后 凭借在登山比赛中 获得第一的好成绩 方云辉被分配到了侦察链 从此这位图家族少年 离自己的特种兵梦想 又进了一步 我们这个老制造员 他后来调到这个特种大队去以后 给我们讲 你们要想成为一个特种兵 那必须首先要经过侦察兵 你要能达到最八件的素质 才可以去 所以那个时候 直轮的这一句话 也是我的一个动力 于是方云辉开始向自己的目标 发起新一轮的冲击 他经常背着二三十斤重的沙袋 进行十公里越野泡 脚上的水泡起了又破 破了又起 为了练习高空滑舰 他克服了恐高的心力 手上的老简起了一层又一层 手套破了一双又一双 为了练习斩打不服 他无数次跳起 突向坚硬的地面 流血受伤是家常便饭 旧的伤疤还未愈合 新的伤疤又出现 三年后方云辉通过重重考核 成为了一名特种兵 并且考上了军校 毕业后 他被分配到了广州军区 特种大队 担任作训排长 今天就是搞训练 休息时间并不多 搞得训练 搞得很猛 而且 就有些科目 在有些人看来的话 觉得好像是不讲人性 或者不讲人性的这么一种地步 组织训练是方云辉每个科目都会亲自示范 战士们练一遍的科目 他通常都要练习十遍以上 就在方领会带领战士们 一点点向特战精英摆进的时候 一直掉令 却让他离开了特种大队 小时候我的仰望就是当特兵 那个时候感觉特种兵神秘莫测 无所不良 特别像 入伍后 我被分配到了侦察链 那个时候 特种兵对速度的我来说 简直是天方一堂 因为我皮肤黑 眼神还有杀杀力 所以我的战友都叫我黑 他们都说我在训练场上是魔鬼 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 对他们的要求也有点可可 但是我始终认为 只有平时黑战士 战士才能黑敌人 我是黑 倔强的方云辉 此时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通过那么多努力 才成为了一名特种兵 还没到两年 就要被调保红衣团的侦察营 他开始找领导 找战友 认识的人都找了一遍 但是军令如山 方云辉的特种兵之梦 算是就此止步了 那么来到红衣团 他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到新单位报道后 封云辉感到了一种 从未有过的失落 他无心工作 无心训练 直到有一天 营长的一句话 改变了他的想法 我觉得在当时 走出这个低谷来 是我们也能够讲的 就是你要把你的 能力素质展现出来 然后让兵 给兵 一种相互交流的 这么一种空间 从这个里面 来体现你的这种价值 就在这时 营里接到通知 三个月后 军区举行 特种作战技能比武 此次组续的任务 落在了方云辉的肩上 我往前 上 上 上 训练的时候 我们是每一个科目 每一个科目 一个一个过 首先是 所有的人员 摸一次底 考一次 不行的 那就不能参加这个合同 为了让参训队员快速掌握 特种作战技能 方云辉 引入了魔鬼训练法 训练一开始 方云辉就要求 所有参训队员 二十分钟内 要连续打沙袋 俯卧撑 仰卧起坐 引体向上 深蹲起立 收腹举腿 挖跳 前倒 互倒 前哭 各一百次 队员们哪里会想到 这十个一百次 还只是热身训练 每天清晨的五公里 武装越野 才是正式训练的开始 参训队员们 身负二十多公斤的装备 必须在十七分钟内 跑完五公里 五公里刚刚结束 蚂蚁窝 建好水坑 懒人梯 毒气室等十多个障碍物 又在等着参训队员 为了增加实战气氛 教官们拿着枪对天扫射 障碍四周不满炸电 嵌好水坑边上 被浇上汽油 燃起熊熊大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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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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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云辉已经从一名牌长成长为侦察营营长,在他的带领下,红衣团侦察营已经成为军区特种作战队伍的一把尖刀。 2013年7月,一年一度的特种技能比武将要开始,方云辉带领战士们又忙碌起来。 在突击训练时,战士们的跑位让方云辉大为恼火。 几次示范过后,队员们的跑位还是乱七八糟,方云辉的脸马上黑了下来。 你还面的小手一点都不严肃。 扶持队! 十个! 一! 二! 三! 扶持队! 四! 五! 两人意外的是,在训练场上,冷酷无情,甚至有点冷血的魔鬼叫头,在生活中却像换了一个人。 在生活中,我感觉他带我们如新兄弟一样。 除了训练,一般我们都是生活在一起,他平时非常关照我们。 这就是方云辉。 他是训练场上的魔鬼叫头黑鹰,也是战友们的好心长。 平时只有黑战士,战士才能黑敌人。 倔强,不服输的性格成就了方云辉的理想,也正是这种性格让一度低迷的他在侦察营重新找回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方云辉说自己很喜欢魔鬼黑鹰这个称号,他说在训练场上对战士们的严厉,就是战场上对他们的仁慈。 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方云辉又带领着侦察营的士兵们,在使命2013跨区演习中开始了奋战。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再见。 面对雷厂,身子油管,他奋不顾身,力挽狂澜。 台上就飞死即残。 知能而上,刻苦攻关,他精心研制铁布山。 战士的生命安危,才是天大的事。 残酷战场,伴随救护,他给郑勇吃下定心丸。 他总是考虑到受伤以后,有一个人民款,有没有上得去把他救得下来的问题。 第三军医大学研究员李曙光,潜心研制野战防护装剧,给硝烟弥漫的战场,带来了曙光。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讲述,李曙光,战场上的曙光。